当地时间6月16号上午,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到阿德莱德动物园考察中澳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工作。 该动物园是澳大利亚唯一拥有大熊猫的动物园。 在动物园熊猫馆,李强听取中澳专家对两国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和在澳大熊猫养护情况的介绍。 李强表示,阿德莱德动物园拥有南半球唯一一对大熊猫王王和弗妮。 看到它们虽远在他乡,但在澳得到精心照料,在阿德莱德动物园安家落户,快乐生活,我感到很欣慰。 王王和弗妮成为中澳友好的使者,是中澳两国人民身后友谊的象征。 这说明,只要双方用心呵护,中澳合作就能跨越广阔的太平洋,超越各种差异,实现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李强说,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大熊猫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体现了中国为世界生物多样性和宾威动物保护所做的积极贡献。 王王和弗妮将按照双方协议于今年返回中国。 中方愿同澳方延续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希望澳大利亚一直是大熊猫的友好家园。 当地小学生为李强用中文演唱了熊猫主题歌曲,李强同他们亲切交流。 李强表示,欢迎大家有机会到中国去,看看大熊猫生长的地方,了解中国风光和中国文化,做中澳友好的小使者。 南澳洲州都孙方安,州长马斯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贸易部长法瑞尔陪同考察,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小说,我非常想要看它,您能不能能课计我来说。 若果然说,您可以课计得知悉,我们不能课计,您知道的对方说,您不能课计。 哦,您可以课计你帮助,您能课计我分析完。 您能课计你帮助,您能课计你的手币,您能课计你帮助,您能课计你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